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鲍鱼 有人也叫它熏鱼 鲍鱼和熏鱼呢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 熏鱼呢 在煎好以后 会在汤汁里煮一开 或者停留在酱汁里一段时间 所以它已经没有退进了 一般我们都用作冷喷 那鲍鱼呢 煎好以后 直接就放在酱汁里滚一下 热乎乎就上桌了 不名思义 它还是脆脆的 那做鲍鱼的鱼呢 我们一般选用青鱼 也就是草鱼 如果你周边买不到这种鱼 你可以用其他的活鱼带气 冰鲜的也可以 今天我用的是鲤鱼 鱼鳞鱼鳍都去掉 冲洗干净 吸干水分 才动刀切片 切成1.5厘米左右的厚薄 最合适 切好后放入容器内 给一点点调料 少许盐花 白胡椒粉去腥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花雕酒 但是好 不要放太多 水分多 爆得厉害 这样翻匀后 我们就给它放置一边 然后我们弄酱汁 煮姜汁 不要用太小的锅 我们直接放一杯水 一杯清水 放三到四克的盐 两个tablespoon的糖 满满一个tablespoon的老抽 最后下两三克的五香粉 这就是我小时候家里做的味道 那我们上海人呢 口味比较淡 所以它用料呢也简单 如果你喜欢味道更浓 那什么样的香料 你喜欢都可以放些 都可以尝试 这些量呢 可以做到两到三磅的鱼 煮开后放置一边带用 接下来我们起一个大油锅 油热鱼下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锅 鱼下去后都不要去动它 一直煎煎到它缩水 否则的话 很容易散的 刚开始万一爆的厉害 你可以盖个盖子 我们用中火 怎么样也要十分钟朝上 才可以试着冻铲子 是它煎挺了 就可以翻一个面 等另一面也金黄了 就可以出锅 那两面金黄 我们一下捞起 沥干油 直接倒进姜汁里 这边第二锅再开始 那转过生来 即可将鱼翻匀 每一片 每一个角落 都让它淋到酱汁 然后沥干酱汁 准备装盘 那鲍鱼装盘呢 没有特别的讲究 放到稳稳的 不要乱七八糟 掉出来就好 趁热吃 喷喷香的 好嘞 我们开饭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